Hello大家好,我是前辈 最近一直刷某红书 看到很多女生拍一些管理家庭资产的一些视频 我一连刷的好几个 其实也挺心动的 因为我跟小豆两个人以前是从来不理财的 小豆总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花那些时间去学习理财 还不如放在挣钱上面 说不定还能多挣一点 我们就是纯不懂 但是现在毕竟组成了一个家庭了 而且以后也会有孩子 我觉得必要的理财还是有价值的 毕竟我们不能保证每年都能挣到钱 像我们干这一行的 其实亏盆也是很有可能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能一帆风顺的 就是也是挺不稳定的了 而且现在小豆把钱都交给我了 他自己是没什么存钱的 所以这方面的资产还是得我来管理 我昨天已经大致算了一下 首先我们两个人名下有两套房子 一套是按目前的房价是550万到600万这样子 另一套是170多万 然后我们手上还有点现金 我这边有20万这样子 然后小豆那边有6万 一共就是26万 另外在外面的钱 别人还没有结的就将近40万 今年年底这些钱都能回来 还有两辆车 一辆是小轿车 一辆是房车 然后我这边又计算了一下 我们一共欠银行有300万 小300万 每个月要还2万多 还有像阿姨的房子 明年也要装修 装修一下至少也要100万 两边还要办婚礼花 七八十万是没得跑了 因为以我们的性格办婚礼买车买房 我们自己有钱就买就办 就是没钱就不买了就不办了这样子 也不会让家里人给我们出钱 所以毕业到现在我们都只给家里钱 从来都没有问家里要过钱 我们就是有多大的能力 办多大的事 办婚礼我们还要考虑生个孩子 养孩子的一些问题 也挺花钱的 虽然我们现在每个月感觉 挣的钱看着好像还不错 但是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当然小豆他自己不觉得有压力 他觉得现在的形势一片太好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除非两年内都能保持现在这个收入 不然的话一大断了 可能房贷都还不上了 所以我还是想要一个存钱的一个计划 像小豆只考虑他一年能赚多少钱 但从来不会管一年要花多少钱 像结婚的话 他还想换辆车了 就是我们还有一笔钱是在外面的 等收回来的话就全部换辆车 以他的性格换车起码是五六十万起的 但是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换车 因为我本身有一辆房车了 大部分时间是在开房车了 如果再去花个五六十万买一辆小车的话 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像我们现在开的这辆小轿车 一年开不到五千公里 很浪费 我是觉得这个钱 买车还不如把房贷去还掉一部分 或者再存一年 明年正好爱意的房子做装修 买车的话真的太浪费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好好的计划一下 怎么去管理钱 虽然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我是看了一些博主的分享 一边学习 其实像现在疫情不方便出去 很多观众也在催我们去拍一些 外面旅行的视频 其实我们也希望出去 但是没有办法 而且出去外面拍视频的话 我们的收入能翻一翻的 但现在在家里收入只是原来的一半 应该说我们比大家更期望出门 但是疫情就在忍一忍 好了 关于理财管理上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建议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目前是准备把我的20万去银行买理财 然后主家那边有个五六万的现金 当做资金周转 因为我们现在在家里嘛 所以流水很少 流水少的话资金周转也是很少的 所以他那个五六万也差不多了 还有就时不时有一些观众问我是不是怀孕了 我还没有怀孕啊 只是胖 单纯的胖 现在比较能吃 因为我们上个月刚打完疫苗 想怀孕的话至少要隔三个月 所以我们下周的话 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就是备孕检查嘛 如果身体健康的话 我们就出去一边自驾游一边准备怀孕 顺利的话 明年就有一个小黄鱼或者小年糕 或者黄鱼年糕一起给大家见面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